第一高僧虚云法师 一百二十岁高龄先世 一体竟然火霸五十余颗舍粒子 虚云法师修行到了何种地步 虚云禅师姓肖 出生于1840年 其父肖肖玉堂在朝廷做官 家境富裕 在虚云禅师出生前 肖玉堂就曾梦到自己坐在老虎的背上 他坚信自己即将出生的孩子会有一番大作为 于是准备取名为肖富民 实料肖富民一出生时 竟是一颗肉球 他的母亲下约了过去 导致大厨血去世 就在一家人不知怎么办的时候 外面的一个商贩拿剪刀剪开了肉球 这才看到里面的肖富民 肖富民幼时聪慧过人 学业也很出色 肖玉堂也是笃定了 想要肖富民从政 对国家做出一番贡献 可是在肖富民十二岁那年 发生一件事 让肖玉堂如坐针毡 这一年肖玉堂陪同父亲 护送祖母和母亲的灵舅 回湖南老家安葬 肖玉堂从南越恒山 请来几位僧人 为亲人做佛事 肖富民看到僧人念经的场面 感到十分熟悉 于是没多久 他就告诉家人他要出家 其父知道后对他严加看管 要打消他出家的念头 更是在十七岁的时候 给他娶了两个媳妇 希望娇妻美妾 能够稳住儿子的心 可是肖富民碰都不碰 好在两个媳妇知书达理 没有为难肖富民 一天肖富民趁家里放松警力 给家里留下一首诗 就偷偷跑了出去 一路跑到福建古山的永泉寺里 地步出家 方丈给他起了个法名 就叫士德卿 他为了避免被家人找到 直接住进古山的一个山洞里 肖义堂知道这件事后 急忙派人去寻找 找了三年都没找到 他也明白儿子下定决心出家了 于是他辞职回到湖南老家去了 德卿听说这件事后 重新回到了寺庙 从此兢兢业业的念和颂法 按照本门的要求精进修行 他后来又去了陕西中南山 四川峨眉山 拉萨三大寺继续修行 等到他年过花甲的时候 就已经是明满京城的高僧了 1900年8月14日 八国联军仅用十天 就打到北京城 四日凌晨 慈禧天后挟持光绪皇帝向西逃亡 而在另一个轿子上坐的 便是高僧士德卿 民国神通第一人 虚云和尚 遇事未来操控天气 做法消灭瘟疫 这一切难道仅仅只是巧合吗 从1900年8月 八国联军从天津一路进犯北京 虽然有清军和义和团土兰 但也就仅仅用了十来天 就打进了北京城 向西狩猎的名义 带着光绪逃出北京 陪同西行的 都是慈禧最亲近信赖的人 有王公大臣也有护卫 但是最神秘的 还是要属一位僧人 这便是德卿和尚 慈禧等人 翻过崇山峻岭 一路到达西安 百姓听闻太后皇帝都跑了 当然人心惶惶 纷纷跟着向西跑 慈禧一行人住进西安后 之后的难民也涌进了城里 造成城内人口暴增 由于当时的灾荒 以及卫生条件差 造成城里吃死人尸体 瘟疫流行的局面 德卿和尚在看到 西安城的惨状之后 立即和随驾西行的 庆亲王一匡商量一下 推出三条应急之法 不许吃死人尸体 妇人拿出钱财救济难民 由德卿和尚主持寺庙祈福 在西安卧龙寺一片肃静 大雄宝殿外的空地上 搭起了戒坛 戒坛两侧竖着高高的棋杆 戒坛面对着佛像 佛像前面的供桌上 鲜花水果 香灯蜡烛一应俱全 在戒坛上 有十名身穿红衣的僧人 德卿坐在中间 含着双腿 表情凝重 双目紧闭 在戒坛下面还坐着 108名僧人 也是身着袈裟 坐在两侧 口中也在不停地诵经 僧人们决定在这里 连续诵经七个昼夜 百姓们将寺院围得水泄不通 他们急切希望 德卿法治住持的这场法事 真能够消灾取货 而这时 街上瘟疫四起 树皮也都被扒干吃进肚子里 在西灾法会举办了七天七夜后 染疫的人数 真就一天比一天少 死者数量也在每天减少 瘟疫很快结束了 经过这场灾难 德卿和尚更是名声大噪 十里八乡的人们 都想来一大师真容 甚至有很多人 还想拜他为师 德卿和尚不胜其扰 为了朵胎粉丝 改名虚云后便隐盾了 西安城里就找不到这号人物了 之后虚云悄悄来到陕西的中南山里 建起一座茅草房 把自己的法号由士德卿改成了士虚云 过起了吃野菜的隐居生活 一代高僧虚云法师济世救民 屡次消弥瘟疫 再展神通 虚云大师的神通究竟达到了何种地步 1920年 云南的天气极其古怪 从二月份开始下雨 一下下了好几个月 昆明城里的水高的都可以划船了 老百姓们叫鼓不迭 那个时候云南省省长 也就是滇军总司令顾普珍 他刚刚发动一场政变 在他看来 这就是老天降罪于他 他没办法 命人用大炮向天上轰 希望能够驱散乌云减少降雨 结果轰了一个月 一点效果也没有 雨一直下到六月才停止 但是从七月份开始 天气开始干旱 一场名为白猴的传染病开始流行 没多久就已经有好几千人死于这个病 云南省军政药员坐不住了 联明把顾普珍赶下台 并且邀请了前任省长唐继尧 唐省长回来第一件事 就是去寺庙 这间寺庙也由华亭寺改成云七寺 因为旭云大师就在此庙修行 为了道谢 二也是为了请旭云大师大发神通 为云南起雨 并且赶走瘟疫 大师欣然接受了 于是就在云七寺里搭起雨坛 旭禅师接连诵经祈祷三天 第四天便下起磅礴大雨 那么干旱的问题解决了 瘟疫又该如何解决呢 旭云告诉唐继尧 如果唐省长主政云南 百姓的福祉和你密切相关 如果你能做到诚心为百姓祈福 那贫僧也许可以遗世 于是做好准备工作之后 众人纷纷登上法坛 诚心扣手后便退下去 只留下虚云一个人待在坛上 虚云独自念经祈祷 不吃也不喝 到了傍晚 唐继尧命人在法坛周围点上火把 只见法坛上的虚云大师 如同泥塑般一动不动 待到夜半时分 天上竟然飘起鹅毛大雪 当时正处于五月 这场雪下了大半夜 但是在雪停止之后 白猴在云南省就奇迹般的消失了 后来虚云和尚一直到1959年 才在江西云居山 珍如四元祭享受120岁 令人惊奇的是 火化时烧出来数百颗五色色粒子 虚云大师的生平事迹 都被其弟子编辑成了虚云年谱 好了 今天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了